这里是悠尔兰安曼中国潮市 下面我带大家进去看看去 这是各种饮料 这是各种调料 这个架子全是方便面 零食 螺蛳粉之类的 这是花生瓜子 全部都有 这老外都来买了 这里最大特色 就是这里的蔬菜 全部是四路农场生产的 这是自己做的豆腐 这是自己生的绿豆芽 黄豆芽 这是自己养的鸭鸡蛋 鸭蛋 这个是豆角 这个是香肝 自己炸的油条 青菜 这是早上工人包装的纠菜 四路农场的豆角 上海青 都是咱农场产的 这卖的鱼 是咱农场自己养的鱼 贝贝南瓜 自己农场产的冬瓜 这是老南瓜 葱 蒋 蒜 都是自己农场产的 这是自己做的粮片 叫冬瓜 也不用看见我 粤米 酷瓜 西红柿 都是咱农场产的 这是苹果 是咱从中国进口的 蒜头 铁瓜山油 杏鲍骨和金针骨 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看见没有 这是咱的苏东水椒 这是卖的包子 水椒 洋葱 土豆 都是自己种的 还有糖芽 结抓 结吃 头几天我发一个视频 说了火山农场的火山韭菜 要出口到非洲 欧洲 好多人想给那笑话了 其实像这样的中国潮市 我们在何几个国家 都有十几个 所以东西上外上国外 这都不是难事 现在做农业 最紧要的是 你把小路做好 你如果说把这个中短 销售网络你做好 你做这农业是很好做的 啥东西你都能卖出去 并且能卖上好高价钱 这样做农业才能赚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